早改款A8的更新重点主要放在车型外观上 它将原来的盾行水箱护罩面积加大 引擎盖也多了两条折线 形成四道明显的立体线条 除此之外 它的LED尾灯是全新设计 同时用镀铬的金属试条贯穿 看起来更有质感 同时它的排气尾管也改成大型T型双排气尾管 过去正是W12车型才有配备 小盖款之后也下放到所有的A8车型 除了外形更新之外 命名方式也完全不同 过去Audi车系以排气量命名 现在直接以阿拉伯数字的大小表现性能 未来Audi所有车系都将采用新的命名方式 科技的进步 所以3.0的排气量 在过去可能没有办法有那么大的动力输出 所以现在可以追到过去的4.0甚至5.0公升的引擎输出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命名的原则呢 就做一个调整 是依照它的动力输出的表现来命名 也就是说数字越大的它的动力输出就是越好 像是过去叫A8L 3.0 TFSI 现在新的命名方式就叫A8L 50 TFSI 所采用的还是小改款之前就有的3.0升V6机械增压引擎 但是在调校上有所不同 它的最大马力输出从原先的290匹提升到310匹 但是同时CO2二氧化碳的排放却降低了 它的最大扭力输出有42.8公斤米 搭配上非常聪明的8速TipTronic首次排变速箱 会让你觉得你握在手上的根本就是神兵力气 你顺顺开的时候它宁静稳健 完全是顶级高级豪华房车的表现 但是呢你只要稍微先踩油门 它庞大的扭力瞬间有限 你根本就是一个开新年车的feel 而且它0到100公里的加速只需要5.7秒 根本就轻快到不行 除此之外呢 Audio A8还有一个独步同级车的结构 因为它是同级车里面唯一采用ASF 全铝合金车身结构的车子 所以呢当其他的同级车一样采用V6引擎 车重会超过两吨 但是A8即便是长轴版 车重也不到1900公斤 让它跑起来格外的轻快有力 小改款之后的A8还是配备8寸高解析中央显示幕 并且支援原厂中文卫星导航系统 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新增加了中文手写输入功能 在不使用的时候也可以把整个荧幕收折起来 它的行李箱容积也从原先的510公升提升到520公升 可不要小看这小小提升的10公升 因为它提升的重点放在它所欠缺的横向空间 过去一个高尔夫球带必须要斜着才能放 现在可以直接横置摆放 完全把空间增加在正确的刀口上 小改款A8的改变幅度虽然不大 但是每一项更新都切重要点极重要害 奥迪这一回真的可以说完全划对了重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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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转发 打赏 转发:「讨阅诚 开启 较短 转发 转发 达赏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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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